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是在外面 我就个人休假了 去年也同样休假 但今年哪也去不了了 所以就在家里了 这是一种时代的变化 时代的变更 今年哪也去不了了 我相信也因为是这种就是命运跟定数的一样 大家知道今年是第三十一年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是我们通常讲述 这是我们中国人习惯的说法 民间的说法 大家就当成一种期待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对神的概念越来越不相信 人们更相信自己把握一切 命运在自己的手里面 已经把它改变了 命运在自己的手里面 本来是一种对生命的认知 从而逐渐演变成 现在一种精英的哲学的说法 就是我自己要干嘛 其实反而倒摆脱了 其实反而倒与自己生命的真实的 内在东西背道而驰 那这是经历过的一个年代 那那个年代 我自己我们看过 我看过被杀的人 看过被烧焦的人 在民族饭店门口被烧焦 烧了这么大 捆在地下 在这个崇文门的这个过街天桥 编译坊的 现在可能都没了 如果那个编译坊还有 就有 编译坊的外头过街天桥 那个人被吊在上头 脖子上拴个绳子 但人也就稍臭臭的 就这么长 在东大桥 在南池子 都有看到过 那自己也被人用警察 被军人用枪指着脑袋 现在想起来 那一个就在三元桥 两次都是在三元桥 一个是6月3号的晚上10点钟 一个是6月4号早晨7点多 那个是当时我个人的判断是说 以为中南海完蛋了 有人坐飞机跑了 所以就跑到那个立交桥 机场路口那看看是不是有车 有飞机 一个人都没有 就是说当时特别安静 结果从桥底下 212基普拿着冲锋枪 我在桥上那是6月4号早晨 我在桥上就转上来这么对着我 三杆枪 212基普上坐着五个人 一个开车的 一个当官的坐在前头 后头当兵的坐三个 我记忆犹新 那一辈子也忘不了了 所以到后来包括在天门 在长安街上被烧毁的那些坦克 以及在八一博物馆 军事博物馆门前 在所谓平暴之后 放了很长时间 放了到9月份 10月份 所谓被烧毁的军车暴徒如何 等等等等 都是这样 那另外呢 我现在就不知道有没有 建国门立交桥 你一过去 东三环 就是往平夷园方向一过去 往通舟的方向一过去 在左手边 原来是外国人俱乐部 记者俱乐部 它是六层楼 红砖六层楼 是那种公寓式的楼 排子枪打的 那个军人应该是用枪这么打的 打的一六 很直 等距离的枪孔 大概三排 然后横着打了两排 这是我跟大家解释 都是亲眼看到的 南里士路地铁入口处 就在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复兴商业城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真武庙一条的外面 下地铁那个进口那儿 这么大的枪眼 那应该是炮 我怀疑是 坦克那个重极枪打的 当然是他打在了这个 他打在了那个 就是你下地铁吗 他不是就有个 有个小门吗 有个小 反正就这么个东西吧 小房子吗 肯定这儿迎败这儿就是个墙了 白墙了 就打在白墙上 那个窟窿一直等到十月份 没人去修 人们不去修是故意的表现出内心的愤恨 那就在这个小房子背后 当时是中石化的楼 正在盖 用白羊铁皮 圈起来 大概两米高 就在小房子边上 一米建方 十一个到十三个枪眼 枪最大的枪眼这么大 最小枪眼大概有这么大 那是不同的枪才大 不同的枪才大 所以八九六四呢 那这样的场面呢 我也见过 自己的同班同学在系里做 做系里的学生会 系副主任吧 大概 因为我那时候早已经毕业了 他留在学校 是个军人 他家里是军人 然后是党员 这个人现在都跑到美国来了 但很爱党 看起来依然跑到美国 永远爱党 那当时我印象蛮深的 那个我们系里头是 他们在国旗的旗杆下头 在那儿做点 我记得我过去 我问他 我说你干嘛来了 因为我们都已经毕业了 我说你干嘛来了 你到这儿能干什么屎啊 能有什么用啊 那是我当时问的 我确实是那么问 那个 我说你真的不害怕 他们几乎都是 他是党员来 我那同班同学 有的已经做了副部级了 党官 我别说人家 说人家给人说漏了 所以我个人都不跟他们 有任何联系 那他当时的说法就是 大家都来了 因为上次不知道怎么了 没有人下命令 所以谁都怕站错队伍 从而带着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 但那书的学生是这样的 所以非常的单纯 六四没有人说共产党不好 这是六四的最根本的悲剧 没有人说共产党不好 都说爱党爱国家 只希望当时只希望邓小平辞职 就是邓小平释怀 这是当时的场面 所以而我自己感触的刚才说了 那六月四号今天是我 我们我开始做今日点击 这是13年完整的最完整了 我是2007年6月4号开始做今日点击的 所以那我们的节目已经开始第24年 第14年 第14年 满特别的 所以这是今天我们看看14年来 不能叫14年来 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故事 因为我看到留言中很多朋友在讲这件事情 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一页翻过去了 什么叫这一页翻过去了 因为走到了天灭中共的这一页 就跟大家分享两段视频嘛 我觉得就是视频大家 我觉得就就OK了 这同样是来自于BBC的一段视频 它大概有六七分钟 它讲述了去 它引用了去年的八九六四的场面 去年六四维员出了18万人 那后来真正有三十多万人 从而衍生到六月九号 我们看到的故事 那它所讲述的就是今年已经没有了 我们去年在跟大家分享相关的节目的时候 跟大家解释过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这是我们民间所讲述的 而它具有真正的含义就在其中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 在香港完全被不可能再进行 这个烛光守月 从三十一年前大屠杀之后 这是香港第一次没有了这样的一个纪念活动 在当初包括成龙 包括梁振英等所有人都去参加了 这种纪念迫害大屠杀的事情 那现在三十年过后 他们都成为了共产党的帮凶 我们可以看到在利益的面前 在一个人缺少信仰之后 在利益的诱惑下 在这种魔鬼的阴蔽之下 那些人都成为了魔鬼的本身 魔鬼本身的一部分 人战胜不了共产党 这是我们一再一再跟大家讲的 人战胜不了共产党 只能与神同行 与神同行的人 等待着就是香港人在这一次的过程中 所攘出的最后那句话 叫天灭中共 正是香港人攘出了天灭中共 从而给中共 给习近平与中共带来了最大的恐惧 才促成了港版的国安法 他强行通过 通过港版的国安法 从而在这种背景之下 造成了人们不能够去 有机会的去 再继续这样的一种纪念的活动 与其说 与其说是中共 就是习近平中共在这个过程中 扼杀了自由 扼杀了氛围 扼杀了这种对死去的同胞的怀念 你倒不如说 我倒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去看 这代表今天中共 天灭中共2020年 再劫难逃 这是一种标志 因为我讲的是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他卡在三十年 有了三十年的纪念 有了三十年的过程 三十年结束 这事情到了 他们的寿命到了 其实我个人的看点 反而倒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的 所以他现在讲述就是这个国安法 BBC整个是一个计时的概念 而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是换个角度 大家不用去觉得很悲剧 觉得很如何 大家将看到天灭中共的展现 只要与中共划清界限的人 因为只要与中共划清界限 才会有生的机会 想想去年的八九六四 在维员出来了十八万人 但在外面有三十万人 没有人想到在五天之后 六月九号出来一百万人 没有人想到 当时组织的人都觉得能有二十万就不错了 当时作为我个人 我们从那时候一直追踪香港的内容 我个人都想象不出能有二十万 说实话能有二十万 当时感觉已经相当不错了 没有人想到在六月九号出现一百万 更没有人想到在六月十一号 在香港的政府的所在地 出现了与神同心的呼喊 也不可能想到在六月十二号 几千名学生阻止了香港通过送中条例 更想不到等到了六天之后 六月十六号出来两百万人 那根本想不到 也就是说今天所发生的事情 不是人能够想象的 那我个人也只是跟大家 从我能理解的背景之下 分享它的故事 分享它的可能 所以我以为今天的 不能够再去纪念六四的故事 其实是定数到了 而不是一种悲剧 大家一起来 反送中 恐慌我们香港人 要有几千要恐慌的自由 我们要自由 我们不能要恐慌 insan Pauyor 真islang 今年 六月九号 香港 百万人反送中 开业的平均送床 三十一年前在北京超光門,亦有一群年輕人對付暴徵 這裏是六四,這裏是梵松中 二十六歲的文革,是反屬中運動的勇武派 八成的抗爭行動,他都有參與 中大,幾大,他都在場 這裏是梵松中的十八歲 那裏是九十六歲的戰場 和泰國人的尾巴塑是最多的 這裏是警察那裏是很強的 警告樓下的陰影是似不去 從來沒有去過維園集會的文革說 就算現在明白六四抗爭者的感受 但也覺得六四不屬於他這代的經歷 覺得是輪郭一件歷史事件 對 能否進出一關 漫漫有一個人在錄上開始 其實他受他人化了 我吃了一個人很痛苦 所以我就覺得是 他有一個人很痛苦的 但他真的是自己身分明的 他比較多的畫面 因為你錄製 其實你說 其實上網可以接觸到的 如果以十分為滿分,六四在他心目中的重量只有三四分 在他心目中有這麼多的日子有六七分鐘 但無論六社有沒有維園集會,抗爭的路 依然要走下去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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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喂! 這個案件是我,都受不住的案件 幸好人就更加無垢 所以有一個人聽你,跟著中國有一個民主自由 如果是這夜行,你不用被寒 我想說朋友,你看看世界各地任何一場民主運動 是沒有香港人可以這樣做到的 三十年揭而不捨,六四的重量就是 香港人三十年的堅持、不屈 六四圖城幸存者李蘭菊,和雲吉一樣在二十六歲時抗爭 三十一年前,讀著大專的他,一項熱血 飛到北京天安門,聲援民主運動 結果成為血腥鎮壓的目擊者 最終他和香港學生坐上救護車離開 帶著廣場上一個女醫生學護給他的任務 就是要告訴全世界的人聽當晚發生的一切 去過反送中遊行的李蘭菊 很欣賞香港年輕抗爭者的勇氣和創意 認為香港可以同天安門切割 但就要守著維園祝國,因為這個是抗爭起源 不僅是中國的事業 香港一直三十年到年六四已經成為香港人 守住真相拒絕為我,集善固執 和他們自己對自動民主學求的精神免漫 培政區議會副主席張文朗 已經多年沒有參加支聯會六四晚會 改去在尖沙咀的悼念活動 他認為香港新一代在去年親身經歷過 港式血染的風采後 對維園祝有深感受 祝了一種是關乎自己 香港人這個群體的情緒的一種悼念 反而會轉去一種理性上的反思 一種悼念的方式 維園祝國晚會今年首次被警方 以疫情為由拒絕批出不反對通知書 張文龍認為反而是對國際一個警示 我們在中國一直沒有停過真正的鐵門管治之下 所以在我個人的角度能夠理解到的 其實今年大家會驗證到 我們看到整個片子 其實很少有朋友能夠從生命的角度去認識到中共的邪惡 那三十年何東三十年何西 其實現在在香港抗爭的年輕人大多都三十歲之下 那我聽過有本事人說 其實很多香港年輕抗爭人就是當年六四死去的人 我個人也見過這樣的人 他自己清楚記得自己怎麼在當時在廣場被打死的 整個過去的故事他都清楚 所以《輪迴轉世》是中國人家人的佛家理念當中 在民間相當根深蒂固的相當真實的 在我們跟大家分享的這種 因此經驗當中都能很清晰的能夠描述這樣的過程 所以香港之所以在三十年之後出現了這麼大的事情 是那些靈魂那些人回到了來到了香港 以他們生命所帶來的這樣的一種記憶跟因素 在香港最終喊出天滅中共 是同幾批人喊出來的 三十年前他們對中共抱有希望 所以中共把他們殺了 三十年後他們來到香港 再次經歷了曾經經歷過的一幕 他們以天滅中共的概念 結束了整個在三十年之後 三十年這一年所經歷過的一切 所以在三十年前沒有認清楚的 三十年後他們認清楚 就出現了我們今天看到的場面 所以很多人可能覺得香港倒退了 其實我個人覺得也談不上倒退 或者先進或者前進 什麼都談不上 它是一個時代的過程 那這些人這些真正的魂魄 他們在其中認清了中共的生命的本質 而且更對更多的朋友 有著一種多少 有著一種救贖的含義在其中 這是今天最大的含義 所以2020年天滅中共 再劫難逃 大家會看到整個結束的過程 你只要是拒絕中共的人 同樣朋友們可以看到 那些與中共同在的那些生命 他們被淘汰的過程 感謝朋友們的支持 集团